起心病,是死亡率很高的疾病,不引人的身心健康,同演了患者的活,法正常的享受乐。 所以于心病一定要的防治,因心病是很故性的,疾病质的同要注意时,才能使心的更加健康。 心病患者在食方面以低主,多吃一些利于心健康的食物。 了解,豆食物含有膳食,如果每天迟吃豆食物,能降低收4毫米拱柱。 尤其于吃豆腐的人,每周如果能迟吃一次豆腐,就能降低心病的病几率。 豆腐可以视频最长的食物,看起白白嫩嫩,是老少皆宜的美食。 研究,常吃豆腐不能充搭豆腐,腐具有着保健功效。 跟美哈佛院部跟女院的研究,些研究像本身有心血管病和癌症。 需要每隔24年填食卷,然后其分析和研究,得出的是,常吃豆腐心。 跟研究果是, 在几乎不吃豆腐的人相比,24%,1%的人每周至少吃一次豆腐超过15零克,半核嫩豆腐,患有心病的低于18%。 尤其是在期货服用词激素的女性更明。 研究人,豆腐能保惯,含有大豆酮有。 所以,很多人都见吃富含大豆酮的食物,例如豆腐或毛豆,能保新。 由于豆腐含有卵磷汁,被视植物肉,其脂肪含量比大多物肉低,其中8%是不合脂肪酸,能防心血管疾病,包括周硬化,高血高血脂或冠心病。 豆腐含有大豆酮的素,具有抗氧化,防衰老,防心血管病和。 乳腺癌的作用,卵磷汁能增想象力,防止老年痴呆症,低聚糖胃健康有力,而且豆腐含有、磷,等人需要的微粮元素。 然吃豆腐有多的好,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食用量。中居民膳食指南2016年建。 果核豆腐的每日取量控制2535克,豆腐可分南豆腐和北豆腐,南豆腐控制150克,北豆腐控制80克。 过量入豆腐造成消化不良或痛的作,也增加的。 另外,在烹豆腐的后以,煮煮,量避免煎炸,防止取过多的油。 豆腐中的大豆蛋白缺少氨氨酸,而氨氨酸又是身所必需的氨基酸,烹可搭配。 蛋,肉或其他富含氨氨酸的食物。 如果是素食者,吃豆腐的后可以搭配芝麻或海藻,更加利于氨基酸的吸收和利用。 然而,大豆中有一皂干的物,制点得过凉排,长期洗吃豆腐的人容易制点缺少,所以在吃豆腐的后,可以搭配海等含点成分的食物。 吃豆腐生油很大好,是新的食物,见食制药理生活率。 美食 张 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